L'AVS 愛 Love from me to you 各位朋友,各位聽好姐妹們,大家好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以及許多社會動盪的事件 令許多的人心中充滿了不安 也不曉得明天到底會怎麼樣 這讓我想起來,小的時候也曾經有一件事情 令我又愛又怕 那件事情就是騎腳踏車 我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非常羨慕那些會騎腳踏車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好高興喔 可以騎腳踏車到任何他們想要去的地方玩 而我呢,卻只能夠走路到那個地方 後來有人送了我一部腳踏車 但這個腳踏車呢 有兩個輔助的輪子在旁邊 因此我也很得意的 搖搖擺擺的也騎了腳踏車到外面跟人家一起玩 但畢竟我發現 我的腳踏車跟別人的腳踏車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有兩個輔助的輪子 有一天我的爸爸就告訴我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 把這個輔助的輪子拿走 我來教你騎腳踏車 我真的是好猶豫喔 想了好久好久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跌倒 可是後來我終於鼓起了勇氣 對我的父親說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結果有一天早上 我的爸爸就帶我到一個空曠 沒有什麼人車的地方 把那個輔助的輪子給卸下來 扶著我慢慢慢慢的往前騎那個腳踏車 速度越來越快 我越來越緊張 結果突然之間 我發現我的爸爸不在我的旁邊了 而我呢 竟然會騎腳踏車了 哇,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欣喜若狂 我好高興好快的騎腳踏車 因為我覺得我再也不用害怕騎腳踏車了 你知道嗎 在你的身邊 也是有一位天上的父親 要看顧著你 要扶持著你 也許你很害怕 但是這個害怕的本身 帶給你心中許多的陰影 許多的重擔 讓你沒有辦法睡得好覺 讓你心裡面一天到晚憂慮 然而 天上的阿爸父神 卻願意來幫助你 將你的重擔交托給這位天上的父神吧 他要看顧你 他要保守你 他要與你同在 也讓你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代當中 不再懼怕 願神祝福你 愛我給你 愛我給你 這個歡迎 是 尤其 vor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